1955年,我国举行了第一次大寿勋,并定出著名的十大元帅,并且分别授予了他们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一级解放勋章。 国家授予十大元帅们的勋章是相同的,可很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每一块勋章都配备着证书,证书上的编号大小往往决定着他们的贡献与资历。 按照这种说法来看,作为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元帅,获得的编号应该都是001才对,可为何他的编号实际上是004呢? 这001号究竟颁给了谁呢?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板荡忠臣,001号八一勋章获得者。 首先让我们来给大家揭晓悬念,001号八一勋章的获得者,就是有着两把菜刀闹革命这一美称的贺龙元帅。 为何排名第五的贺龙元帅能够力压红军之父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元帅,最终取得这一号元帅力呢? 其实我们这里还要从八一勋章特殊性上来看,提到八一,你想到了什么? 没错,八一南昌起义,作为打向我党武装起义革命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八一勋章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称谓,其实未尝没有纪念南昌起义的意思。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贺龙元帅是元帅令中第一位了? 因为有一点我们可以非常确定,那就是在南昌起义中,贺龙元帅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在南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朱德元帅手中的力量其实只有区区五百余名警察, 而彼氏由于我党交给他的任务是设立宴会,拖住滇军的几个团长。 所以他也没有参与一线作战任务,仅仅只是在后勤工作上为其部队提供了一些支持。 除此之外,朱德元帅当时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在三合霸地区,为我党保留了八百革命火种。 其意义自然是很大的,但实际上这也不能算到南昌起义的功劳中。 实际上,有关南昌起义的功臣,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排序是,周恩来、贺龙、液体、朱德。 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在南昌起义中,贺龙元帅的功绩是远大于朱德元帅的。 至于为什么最后001号元帅县被授予了贺龙元帅,而不是周总理,这里面我们不妨后面再谈。 实际上,彼时还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元帅,能够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这件事本身还是很传奇的。 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拯救中国,只要党能相信我,我别无所求。 在南昌起义前夕,周总理找到贺龙元帅的时候,贺龙元帅直接就向他陈述了这个观点,让周总理也颇为感动。 原因很简单,当时贺龙元帅的首领拿着二十军这支北伐净旅,使被汪精卫和蒋介石争相哄抢的相拨拨,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依然选择了在当时堪称一穷二白的共产党,这种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精神,谁能不感动呢? 党相信你,平平淡淡的四个字,力量却重欲千军,让一个鄙视尚且不是共产党的人,来领导共产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不得不说,当时的我党真的是相当有魄力。 而贺龙元帅也没有辜负我党对他的期望,在正式展开武装起义之前,他直接把他的老部下拉到了一起,向他们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贺龙是要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的,对在座的各位却不勉强,想走的我给钱给路费,但是有一点咱们先说好,绝不许拉走部队。 从一个大头兵成长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在这个过程中,贺龙元帅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可是能够做到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所贪图的又怎么会是权势与富贵呢? 他要的是救万千人民与水火。 贺龙元帅的人格魅力折服了麾下的绝大多数人,以至于并没有什么人贪生怕死,选择公然离开。 1927年8月1日,以贺龙元帅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为主力的起义部队,就这么朝着南昌发起了总攻,并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 虽然说南昌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场起义对于我军的意义是不能够以胜败来衡量的。 我党深刻地认识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以武装起义反抗压迫也被证明了确有可信性。 在这一次艰难的旅程中,贺龙元帅摒弃了自己的权势、财富与地位,为我党生生蹚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林林一号元帅令,的确被我党授予了最适合他的那个人。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聊聊,为何被誉为南昌起义头号功臣的周总理,他为什么没有被授予一号勋章呢?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段涉及到毛主席邓小平同志以及刘少奇同志等人的传奇故事,放弃授争并弃私欲的伟大决定。 很多人都知道,我国第一次大授争采用的是效仿苏联的制度,可是唯独却缺了一个被授予大元帅军衔的中国斯大林。 是不是很奇怪呢?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国是打算将大元帅军衔授予给毛泽东的。 有关授予工作,早早地就被我党安排给了彭老总、刘国成元帅等人处理。 毛主席是基本上没有怎么插手的,所以直到彭老总等人将授予名单确立下来的时候,主席才赫然确定自己身上真的挂着的大元帅军衔。 彼时的毛主席摸了摸国家给他制作的大元帅服,没过一会儿就冲着这件衣服挥了挥手。 这一动作往往欲有深意,尤其是像毛主席这种富有政治智慧的人。 果然,不久后,毛主席就公开表示自己不接受大元帅军衔的授予,而除了他之外,邓小平同志、周总理以及刘少奇同志也放弃了此次国家对他们的授训。 就这样,原本岂不是元帅贤的几人退出了竞选? 我党最终选出来了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十大元帅。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作为南昌起义头号的周总理,没有被授予001号元帅令。 其实有关勋章编号问题,在过去还非常流行另一个说法,那就是001、002以及003号元帅令,都是为毛主席等人设立的。 所以朱德元帅最后才只拿到了004号元帅令,而由于当时元帅令已经赶制出来了,毛主席等人才公布了放弃被授云的决定。 所以前三号元帅令才被永久收藏了起来,十大元帅从004号元帅令开始编排。 这种说法其实是站得住脚的,而由于各位元帅们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元帅令的编号,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确信前三号元帅令是不显于是的, 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授予给那些应该得到他们的人。 打破这一说法的是贺龙元帅的女儿,彼时贺龙元帅已经去世了,而记者们在采访贺龙元帅女儿的过程中, 有幸一亏当年贺龙元帅被授予的军工章。 而就是这么一眼,当时在场的除了贺龙的女儿都陷入了震惊之主, 谁也没想到001号元帅令被授予了出来,且一直珍藏在贺龙的家里。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爸爸当年被授予的就是这张元帅令呢? 贺龙元帅女儿的话,不禁让众人动容,并由衷地感觉到了一种对先贤的钦佩。 按理说拿到这样一枚元帅令,得到中央如此想要的认可,本来是非常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 可偏偏数十年来无人知晓,这不更证明贺龙元帅的不目名利,以及他的低调态度吗? 实际上,当时我党诸位领导在授予各类勋章时,都是经过深刻探讨的。 像贺龙元帅虽然被授予了001号元帅令,但是他拿到的勋章却是009号的, 也就是说元帅令和八一勋章的授予是不对应的。 透过元帅令一级八一勋章的授予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彼时我党中的领导具备着怎样的高风亮节。 我们今天可能还会为十大元帅所被授予的元帅令先后而感觉到有所质疑, 但是在过去我党授予十大元帅元帅令和各勋章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都是欣然接受的,没有谁在意所谓的排名先后, 其实这样的说道也不准确,因为除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放弃了被授予军衔外, 还有一部分军官也对1955年大授勋提出了疑议, 只不过他们的意见却不是国家给他们平低了, 反而是认为自己的才能担当不起国家如此的殊荣。 比如许光达屡次要求放弃大将军衔, 当时本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徐立青, 最后生生自己要求改为了中将等等, 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了一时的美谈。 革命先辈们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而他们的恭敬更是在人民的心中永恒捐克,永垂不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